各位好 今天6月17号 我是5月3日 吃了吗您的 今儿先跟大家聊个比较好玩的事 就是大家也都知道了 在梅西的友谊赛 也就是我一直在说 这是给圣上堂会的时候 就是阿根廷队花了700万美金 请阿根廷队过来 然后再花了70万美金 给澳大利亚队过来 然后踢场堂会给圣上祝寿 就这么场比赛 有一个少年18岁 如风一样的少年 确实跑得不慢 去冲进场里 拥抱了一下梅西 然后那张照片 还有两张照片 我印象特别深 一个是满脸幸福的抱着梅西 梅西虽然感觉一脸懵逼 但是还是也很友好 我看他也是搂着一下 另外一个就是 这哥们被四个人抬出场的时候 满脸笑容 这个真是确实是 这个可以说吹一辈子牛逼了 因为这个景象 它可以说在以后无数的这种描述 包括你在写梅西或者体育运动 或者你甚至于写北京的这些运动场的历史的时候 你都会回忆到这个尽头 这就算是怎么说呢 一种形式的某种形式的写入历史了 应该可以这么说写入历史了 虽然可能只占那么短短几个字节 但是它确实写入历史了 这哥们如果没弄错的话 就是他的真名叫抵冠阳 这姓比较少见 这个姓有人说呀 这姓呢是传字很早的 什么江姓啊 什么那种 就是待会儿 如果您看风神榜呢 就是那个姬姓啊 江姓啊 这个流传 还有人说呢 这是那个当时的 应该是姓名考吧 姓氏考啊 是什么玩意儿 就是说当年是大 就是西域那边的一个贵族的那个姓 还有人说是以县为姓 这个不重要 这个姓呢很少见 可能是百家姓的应该都没有 占全中国的姓氏 就占全中国人口的0.03% 差不多是这样 我如果没看错资料的话 昨天是查了一下 没在意 那像这样的这个抵冠阳 他这个人 他好像是在在什么 如果没扒错的话 有人说他人答复的 还有人说他是那个新甫学国际学校 高中部的 那这个其实不重要 你甭管人拿富 还是这个新甫学国际学校高中部呢 基本上而言都是属于那种呃 就是北京式的 不能说一定是土著吧 但是呢 他是北至少是北京的二代三代的这种 而且在北京混得不错的这个家庭出身 这个是可以肯定的 因为包括他的那个言谈举止啊 包括他的这个干净程度啊 是吧 哎 这个包括那个求医也比较贵 他他所在的看台呢 又这个票也很昂贵 啊 那个也不是说一般人说就随便就能买到的 有关系 有钱 你才能买到 那像这样的一个孩子呢 蹦进去 其实说起来的话呀 作为一个对于法治还是有信仰的人呢 实际上来讲 从法律角度而言 这个呢 确实是不是件好事 但是从一个 怎么说呢 到今天为止 还是不算是特别老朽的一个人吧 就是挺欣赏这哥们的 我必须得说挺欣赏这哥们的 可能很多人觉得说 说哎呀 说你散人 你天天的在聊什么法治啊 聊什么这些东西啊 这个 但是你为什么会欣赏这样的人呢 大概是这样 如果按照中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话呢 他确实是违法了 就是在大型的文娱活动啊 体育运动会的这个现场 你冲进去 然后呢 扰乱或者打乱这个比赛节奏的话呢 那实际上来说 怎么讲呢 应该是好像是处行政拘留 以罚款在500元以下 这是有相应规定的 可以各位可以去查一下 但是呢 说实话 这个 昨天我跟我太太聊这事的时候 我太太也 因为我们俩都是北京人嘛 就是说 我太太就说 她家庭环境比我还好一些 那就是说 这个说也就是北京人干得了 为什么呢 因为 只有在北京的人呢 他 有这种家庭环境 他不在乎考工这件事 就真的是 他说不在乎考工这件事 为什么呢 因为你一天有这种污点 你就很难再进入体系当中 可是呢 北京人有一个特点 就是我反正北京土著 我这边有房子 然后呢 我这边那个有自己的一套社会关系的网络 我这我不考工能怎么样 其实全这个全中国呀 最不拿考工当回事的 我跟你讲啊 就是北京 真的 这也 你其他地方的人 他还以能够进到公务员体系当中 觉得很自豪 但是全中国最不拿这个当回事的 就是北京了 但是真不管当回事 你考工务员是啥玩意儿 这不去 就这大概都是这么一路子 那另外一个 我很 我特别欣赏这哥们在哪 就是 回忆起我们的那个青春 青春年华呀 我们的青春呢 今天 就我原来说过嘛 我们的青春成年礼啊 是在六四 就我这个 我这代人 我这个岁数的人呢 是在六四的时候 那往前一点 他岁数大一点 往后可能也都知道 往后也知道的事 大概我是 那会儿我十七岁吧 在广场 就是我们的青春 一直是被那个 被压抑住的一个东西 你 我们 我们年轻的时候呢 没有真正年轻过 那没有那种 真正的 像这样的 这种 自艺昂扬的 这么样奔跑过 这个其实是 挺遗憾的一个事情 可能很多人讲啊 说 说哎 你看我们年轻的时候也干过好多不靠谱的事 但是像这样的这种情况的不靠谱 就是所谓的不靠谱 我们其实很少干 其实真的是这样 我们应该是说在青春的时候没有真正青春过 然后呢 到了这个 到了中年呢 又被很多的东西给压 给压制了 就像背负着上有老下有小嘛 我们背负了很多东西 你又很难去把自己的这种 这种 这种 所谓的 心理上的这些东西去 天性去释放出来 这跟好多的 好多的国家 就是他们确实不太一样 那像我们到老了以后呢 也有可能呢 是为了这个儿孙什么的 就是我们这一辈子呀 活的就 按北京话 你知道叫什么吗 就按那 按一般的话讲 叫压抑 那按北京话讲 叫什么 叫活的特别鼠 就真是这样的 就你就没有那种 滋意昂扬的那种感觉 你可能说年轻的时候 你像我们年轻的时候 也可能说 哎呀 这个刷业 对吧 刷业什么意思呢 就是当年的这个 不回家 晚上不回家 到那 其实也不一定干什么坏事 我跟你讲吧 那个 也就是去某个地儿一起 你虽然不够岁数 那会儿北京也没有那么 严格规定说 你到多大岁数 他能买酒 对吧 也其实就跟一帮哥们 在那一帮哥们姐妹在那喝酒 然后找一个谁家 家长不在 在空屋子里 大家喝高了 光机往那一躺睡觉 这纯洁的睡觉 真的 连纯洁的肉体关系都没有 就是纯 单纯的这么睡觉 刷叶 打牌 外边晃悠 这是一种 也就到这了 那有些人的打打架 也不过是如此 那真正的像这样的这种 这种情况 你在你很多的梦里是出现过的 你没有 但是你现实当中 无数的东西在压制着你 你不敢去做这些玩意儿 你做不到的 这个心理上的这种施放 你能够更自信 更昂扬的去对待生活 做不了 然后你就开始了 开始了各种各样的 被社会所管训的过程 这种管训就是 从今天 从这块到你 从你小的时候 开始让你好好学习 然后你上 就像北京这样的孩子 我们这样的孩子 好好学习 然后你再去把这些什么 如果能考上大学 考上大学 不能考上大学 然后家里帮你找个工作 或者你自己去找个工作 然后开始自己相对而言 很沉闷的一生 跟这样的孩子相比 我们的说实话 我们的人生 不能说是白活 至少在那个阶段 确实没有做到 当然我们也有可能说 也有可能说也可以安慰自己 毕竟我们当年经历过六四 可是另外一些孩子 你们真的经历过像这样的 这种这样的人生吗 你们也没有过 这个确实不是每个人都能经历 可是谁都有这个梦想 所以我觉得这事 你要跟我说 就是你既然去做了这件事情 对吧 就是承受了代价的时候 你这种小小不言的 年轻时候的滋意妄为 不是一个可以让大家口诛笔伐的事情 我看了很多的媒体 就已经都下场了 就是直接你这个就不应该 或者如何如何 举出国外的很多例子来 说你要是像这样的 你冲进去 或者在国外 你也是某某处罚 或者怎么样 实际上是这样的 就是我们在社会生活里 往往确实是应该遵守各种各样的规则 对吧 但是也往往会通过这样的一些 对于别人伤害没有多大的这种活动 然后去冲破一下这个规则 给这社会增加一点不同的色彩 这个从法律意义上来讲 它违法了 但是从人们的天性而言 就很多人还是会羡慕 就包括我 我其实很羡慕的 虽然我自己不看足球 因为我对足球完全没兴趣 我是看NBA的 我也是非常想念 原来我在哪儿也看过NBA 然后也是买的场地票 其实真的是也想跟那些巨星们 去合影一下或怎么样 但是确实也没有任何的这种 真正去付诸实践的这种行动 这是我们这代人真的是做不到的事情 当然这个世界上绝大多数人都做不到 可是你看着这些能够做到的人 我也不觉得说他这人就伤害了这个社会 伤害到什么程度 有一个行政的拘留 对吧 你既然法律规定了 也就算了 即使考不了工 那又能如何 我觉得这真的是可以吹一辈子的事情 我是挺欣赏这件事的 我不在乎 就是说人家说我政治不正确 说你是不是鼓励违法犯罪 我不在乎你说这些话 那有些的这有一些的时候 我们确实我们每个人其实在社会生活里都没有完全的 你现在即使像我这样非常在日本社会生活非常非常循规导具的生活在一个特别循规导具的城市里 那其实有的时候我们也会有一些怎么说呢 小小的违反它的规则的地方 你比如说夜里我想喝啤酒了 对吧 我去对面的家对面的便利店 那条马路 它基本上就是有一条马路 它非常的窄 大概就是一辆车 就是一个单行道 那红灯那会也是 红灯灯也是一直在闪的 如果说我去对面的话 我要等 那我等可能也其实没多长时间 可是这大夜里的别说他妈车了 连耗子都没有 对吧 我就也就不等了 那你说算不算一种某种程度的违法呢 那也算 对 那夜里两点嘛 对不对 那这个东西好多人 它确实 那您在这种情况下 您会不会在那也这么站着 我觉得很多人都不会 但像这种情况我们都会有 所以呢 像但是当然这个跟人家那个不能比啊 人家那个姿意昂扬的青春 我们是不能比的 但是呢 我还是非常非常欣赏这件事 但是为什么很多人也像我们这样欣赏 就是我再说一遍这个原因 就是我们其实还是羡慕的 我们其实还是羡慕的 尤其是在这个时代 为什么这么说呢 就是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在国外有没有这种情况 也是有的 会不会引起全民热议呀 或者是什么是上个上个上个头条之类的 有时候也有 但是呢除非你脱光了 否则的话某人下去跑一圈的话 大概连个花絮 也就算个花絮吧 拨出来一下 那实际上来讲 尤其是我们可以看到 在目前的中国社会生活 已经极端压抑 然后呢 各种各样的事情 其实都不让你说 它很少 它很少让你真正的说 包括娱乐你都很难讲 对吧 你娱乐你说 你说多了 然后直接你就没有了 对吧 效果的那位娱乐多说了一句话 你就是侮辱解放军了 然后整个人就被封杀掉了 这种环境下呢 像突然有这么一个人冲出来 就是证明呢 人们心目当中 其实还是需要有这样出格的事情来释放自己的 那只不过呢 它是做不到而已 大概是这样的 对了 另外说一句 如果说起来的话 干扰比赛这件事情 这两天呢 也有另外一个新闻 国内的某地 好像是苏州吧 办马拉松的时候 然后呢 那个中国选手跟非洲选手跑的是差不多 结果呢 工作人员的两次 拿出那个国旗 去要让那个谁 那个中国选手披上 结果呢 就因为这个干扰了比赛 让那个选手呢 大概只落后了5秒 就没有拿到这个冠军 如果你要说起来的话 干扰比赛或者如何如何 但是那个呢 为什么呢 为什么他们不会有问题呢 那个是以在爱国的名义下 干的这件事情 所以呢 傻逼这件事吧 不好说 好 谢谢诸位 跟大家瞎扯几句